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青年谢云砥砺成长为一代英雄的传奇故事 赵丽颖饰演的女主周斐是一个侠甘义胆的女子 她不为困难和男主一起寻找真相躲避危险 而两个人的快速结合却引起了观众的不满 甚至直呼于进展太快受不了快节奏 不过这部剧在整体的布局上又与之前的武侠剧十分相似 没有太多围绕着男女主之间的感情而出发 更多的是和其他角色的互动 这样男女主的人物形象更为饱满了 在观众的面前展现了耳目一新的感觉 虽然很多观众对赵丽颖所饰演的角色有很大的争议 但也是相对于比较以前的古装剧当中 她所饰演的人物也是十分具有灵动性的 毕竟该剧是由小说所改编嘛 小说中的人物年龄较小 并且还给出了实际的年龄 这样观众不得不去吐槽 演员和小说人物的年龄差距 除去这些呢 其实还是非常值得大家一看的 在戏剧方面也是处理的很恰当 也展现出了剧中在拍摄这部剧中的良苦用心 尤其是谢允呢 暴露出她的身份之后呢 她的一个细微的动作 更是显露出了她真实的自己 那么她的这个小动作又代表了什么呢 虽然谢允和周飞两个人在一起的速度很快 但是有些事情两个人并没有告诉彼此 尤其是谢允她自己的真实身份 她之所以不告诉周飞呢 怕也是担心周飞对自己有着太多偏见 更何况自己的身份特殊 那更是无法告诉她 所以当她的身份被暴露之后 她的脸上也出现了尴尬之色 同样也有着焦虑的神情 尴尬的是 她的身份在没有一个合适的时间 就被暴露出来了 而焦虑的是周飞知道后对她的态度 当然了结果呢 也像她想的那样嘛 周飞知道她的身份之后呢 也就不打算离她了 从这里看得出来呢 谢允已经对周飞有了一个比较深的感情 这也是她为难的原因 也只有对对方有感情才会出现焦虑感 而不是给人一种预待迷章的感觉 让观众觉得 谢允和周飞在一起呢 一定有着属于她的计谋 也让他们开始觉得 这对情侣还是十分般配的 这个细节呢 就处理的很势到位 也让两个人的感情 有了第一个矛盾点 虽然王一博手饰演的谢允呢 也引起了很多的争议 但是不得不说 让她也有着属于自己的一套演法 虽然她的面部表情 没有其他演员的丰富 但是饰演端王 她有着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感情 端王这个角色呢 作为前一朝代王 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 她的演技自然的 也要比周飞宽广的很多 先派自然也要比她成熟很多 在看到下手拜见自己的时候 她急忙忙的偷偷摆手 让下手赶紧起来 她的这个细节处理的很恰当 也正是她这个举动呢 显得她这个端王呢 显得与众不同 其中较为特殊的便是 她没有太多的军威 虽然她的手下对她俯首称诚 但是在她身上呢 却丝毫看不出 她有一个端王的样子 更多的是 她不愿暴露自己身份的嘎嘎之情 也向大家展露出了 面对自己的身份被暴露 更多的是想逃离现场 但是也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她对自己的手下呢 没有太多的管束 按照一般的惯例 端王的身份一般不会这么快暴露出来 而手下呢也会很有眼色的 不会直接叫出她的身份 更何况是这么重要的身份呢 王一博将谢远的尴尬 用另外一种方式展现了出来 就谢远的这一举动呢 也是非常适合她的人设的 倘若没有这一细节 则对她的人物设定有着极大的改变 虽然很多观众觉得 她饰演的这位男主不是很适合 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呢 对于这样一个角色 她也是突破了自己啊 与她先前的一部剧是不同的 这部剧让她有了更多属于自己的感情 在人物的塑造上呢 也是十分的活泼生动的 也让人对端王这些角色有了新的看法 作为君上 给人的态度未必就是十分严肃的 她有着属于自己的性格 这也使得她和其他的古装男主与众不同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